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年的讲师高罗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上了解课 咱们说了 什么是分支结构 以及分支结构的几种应用形式 对吧 那这几个课 咱们来看一个简单的分支结构 也就是越简单 也是最常用的那部分 对不对 那就是单路分支和双向分支 这是这几个课 咱们要讨论的内容 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单路分支呢 其实单路分支的语句 前面咱们在复经历中也经常用到过 就是义复语句 这种是应用几率比较大的 你看一下语法格是 在程序正常运行过程中 正常运行过程中看一下这个图 正常运行过程中 如果遇到了一个判断 对吧 他是不是就判断了 那判断的这个条件是得到结果肯定是真和假 对不对 那如果判断这个条件成立 就到成立需要这个条件成立指定的语句地方去执行 对不对 如果条件不成立 那你指定这个语句就执行不上 对不对 就比如说 妹子 咱们前几个经常说 妹子上班 公交车遇到帅哥这样的奇遇事件 对不对 那比如说 如果妹子遇到帅哥 对吧 会怎么样呢 就有可能被帅哥搭讪 对吧 条件成立的话被帅哥搭讪 对不对 那搭完善也就只能是搭的善 对不对 还继续上班 对吧 如果没遇到帅哥 那自己独自一人上班执行 对不对 搭讪这个事就没发生过 对吧 这就是 当然了 像这样的条件可能发生多了 对吧 那语法格式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什么 就是如果这是一个系统关键字 当然了 当然说了 除了变量和长量有区分大条写 这样的一些性质 对不对 关键字都没有区分大条写 但是呢 平时写系统这些关键字的时候肯定都是小写的 对吧 那这个里边就是什么 条件是专门写判断条件的 OK 专门写条件的 而这个条件你可以直接写真假 如果写 true 错了 true 如果直接写真假条件的话 怎么呢 里边就是什么 语句 用大口隔开 可以有多条 看到这样的情况了吗 可以有多条语句 条件成立的时候在知情里边代码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这块 有 iqo 一行 比如说 妹子漂亮 那就妹子漂亮 应妹子的要求 那就妹子漂亮 对不对 妹子漂亮 然后呢 这块条件 最后什么 输出一个 然后 妹子 等着你 就是妹子漂亮 妹子等着你 对不对 那就看中间发生了什么情况 对吧 什么 中间就得判断搭讪是否成功是一个判断吗 对不对 前面有一个了 妹子漂亮了 后边有妹子等着你了 对不对 那 中间这话 如果搭讪成功 是不是就得一个判断条件呢 对不对 就是 那我就是 搭 搭 搭 成功 假如是一个成功条件 对不对 这话 输出 在车上和 妹子 聊得 很 开心 或者这话 嗯 就 行了 妹子等着你吧 你看 如果搭讪成功之后 你看 这话 应该 有点 逻辑有点不对 对不对 那假如说搭讪不成功的话 妹子漂亮 那你都没搭讪 妹子还等着你吗 就是妹子上班吧 这话还是有点 上班 对吧 那如果搭讪成功的话 那就在车上跟妹子聊得很开心 对不对 如果搭讪未成功的话 就他没主动跟妹子搭讪 那这话这事就根本没执行 对不对 那如果执行的话 那你们两个就可以聊起来了 对吧 所以呢 这话就是一个判断条件 里边条件就是由咱们前面学过的那些不二值 可以直接写处值 这是可以吧 也可以直接写假值 对不对 但直接写真假值的话 跟判断关于就不大了 是不是这样了 所以呢 里边会根据变量的变化 里边通常放的是一个表达式之类的 真的吗 表达式之类的 因为会根据情况去变化 如果你直接写的 TRE 直接写TRE 它会变化吗 不会变化 对不对 那不会变化 你想象一下 那你写的语就是什么用吗 你不如直接写妹子漂亮 在车上和妹子聊得很开心 然后妹子上班去了 对不对 那也白大杀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块通常很少放真假值的 通常都是放一个可以变化的一个式子 哪怕是一个变量 对吧 这个变量可以根据情况 附上真假值 对不对 或者这块就是一个表达式 比如说 A大于100 大于20 就是年龄吧 并且 年龄小于30 那这个范围的可以跟妹子聊得很开心 如果观众朋友 那你 你感觉你不是这个年龄多少的 你就别跟妹子搭讪 这个都理解了吧 这里边放的就是条件 知道吗 那再进一个语法 如果只有一条语阵的话 只有一条语阵 这块大块可以不写 你看一下 现在我随便给个年龄 假装 Dollar for a 一个小伙子的年龄 比如说是25岁 条件成不成立 成立 成立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Law cost 对吧 那里边我们执行一个test的表皮 你看妹子漂亮 在车上妹子留得很开心 妹子上班 对吧 这块 咱们是不是就支撑那个了 这条语阵了 那如果这朋友两条语阵呢 我这么写呢 叔叔 然后 在车上和 妹子 留 打不来 不让留 留了 电话 对吧 看一下 这条语阵 对吧 如果是 这个年龄 在20岁 这个小伙子 搭成成功的话 那这两条语阵 看一下 可不可以呢 是都是用 这一个衣服 去控制的吗 如果没有 大括号的情况下 这个衣服 只能控制 一条语阵 对吧 所以现在 你看啊 我条件是30岁的 30岁的 条件是在20和30 和30之间吗 咱们得小于30 对不对 他已经年龄太大了 不适合妹子 对不对 不适合妹子 就不能在车上 给妹子聊的很开心 对不对 但是在车上 就给妹子 留了电话了 或者是 妹子电话 把他留给他了 这就有点不对了 对不对 对 不合逻辑 所以呢 如果你想用一个 判断语阵 来控制多条语阵 两条以上的语阵 需要用大括号 对的吗 现在这两条语阵 都得条件成立 才能执行 条件不成立 不能执行 我们来看一下 妹子漂亮 妹子上班 对不对 正常吧 中间那个事就没发生 对吧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 写一条语阵是可以的 知道吗 简单语就是可以做的 但我建议大家多写红黄 知道吗 这样不容易出错 不然的话 有的是成立逻辑 保护 当然整个处理都行 一条语阵你加不加都行 但我给你的建议是最好加上 知道吗 让结果更清晰一些 所以 义父语阵 这里边 结果不知道 是不是知道 如果是多条语阵 可以用什么 多条 对吧 那这话 如果是单条的话 直接 BOL 直接可以什么 单条 后期的所有咱们在流程控制中的结构和以后的结构都是一样的 知道吗 只要是一条 可 怎么的 可加大号 可不加大号 知道 知道吗 如果是两条以上 必须加大号 所有的都是这样的 后期我就不会重点说了 对吧 这就是单路分支 对吧 发生了就会执行 执行完再回来 嗯 那如果是多路分支 咱们说 有单路分支 还有一个什么 多路 双路分支 对吧 双路分支呢 是在否则条件的 咱们往下看 就是这种 成立了到一条路 就是大插入否一样 不成立是又到一个地方去啊 对吧 所以呢 加了一个否则的从句 当然语句 否则从句是不能单独使用的 你不能在程序里边 上面什么都没有 你直接否则 这不行的 对不对 只要是有一股语句 才可以有否则语句 但是一股语句 不一定带否则语句 现在刚才单路的 是不是就不用了 对吧 嗯 你看 这话 刚才是 如果是这个范围内的话 跟妹子搭讪是比较成立了 如果我想条件怎么的 没有 妹子漂亮 然后 这话说出什么 否则没是搭讪 是什么 自己在车上 怎么 坐着 是不是就否则了 对吧 那在车上就发生了一条路 要么这两条条件 必须得有一个执行 知道吗 如果有搭讪成功的话 是不是执行这块 如果没有搭讪成功 是不是执行这块 对不对 这必须执行一个 现在条件是不成立的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 妹子漂亮了 自己在车上坐着 然后妹子上班 是这样的吧 嗯 这就是否则语句 非常好理解 但是需要记住几个特点 什么呢 否则是一个从句 必须有一副语句的情况下 才能使用否则 知道吗 否则是不能单独使用的 另外 如果就一条语句的话 可以怎么的 不加 对 可以不加大块 那我都说一副语句加 否则不加行不行啊 不对称行不行啊 你看行不行 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两个模块 如果是一个模块 否则是一个模块 两个不充足 不一定说 非得如果加了 否则我就不加 对不对 当然了 原则上 你刚开始加 你后边也加 刚开始不加 后边也不加 对不对 对吧 但是给大家建议什么 不管一条语句 还是多条语句 咱们都加 听懂吧 啊 这个语句呢 我就不用讲太多 因为这个 否则如果 或者这个 如果否则 这种简单的分数结构 是咱们后边 天天天天天使用的 听懂吧 所以呢 说多了也没有意义 如果有一个技术点 后边不常用 但是还很重要呢 我去反问给大家 去多个例子 知道吧 像这个一符 否则的语句 后边倒出例子去使用 所以你先记下语法就行了 OK 咱不用说把这个说 讲得太深入 对吧 它也没什么太深入 就这点东西 对不对 就看以后优优的地方 以后我再写一符否则 你知道干嘛的就行 刚开始介绍语句的时候 觉得这个有点难度 但是随着到后边的实验 这个难度就很小了 OK 让他看一下 咱们课件里边都举到哪些例子 先看一下 单一分之结构 这只是给语法 对不对 当条件是为真实 PP语句执行 条件相反的是 为假的时候 PP则不执行语句 对不对 忽略下边的东西 然后这里边语句组 单净语句是可以省个大块 对吧 然后给我们举个例子 什么 如果A大于B输出 A是大于B的 对不对 然后SY那个时 假如做两个数交换 如果S小于Y 把X给一个临时变量 两个数交换 妹子会这个算啥吧 对 比如说 我有一杯可乐 有一杯雪碧 我想把两个换一下 怎么办呢 是不是在找空瓶子 对不对 先把可乐倒到空杯子里 再把雪碧倒到可乐瓶子里 对不对 再把空那个杯子里边 雪碧再到雪碧里边 这就是这个 比如说X是可乐 Y是雪碧 对不对 对吧 如果调节成立的话 T是一个临时的一个杯子 把可乐放在临时的杯子里边 对不对 然后把雪碧放到可乐杯子里边 再把临时的杯子 放到雪碧的杯子里边 是不是就两个数交换了一下 对吧 这是一个交换的小单法 一副与这都可以了 这话有什么 双线分支 如果否则 对吧 如果条件成立 与这种这个 否则与这种这个 当然了 也可以省别的就画画 是这样的吧 这个条件判断是一副 非常在这所不同的是 他与这的表达式 为真实 会执行他与这种 而为假实 则他会执行什么 否则的 就是看那个图就明白了 两条路必须走一条路 你到岔路口的 必须选择一个路去走 OK 好 那这就是我们 这节课跟大家介绍的 比较简单的分支结构 大路分支和双路分支 好吧 那下节课咱们介绍一下 多路分支 这节课咱们就交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